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领导顺序来看 如来是第二任佛祖 据瑞英文系经券上所述 释迦牟尼也就是西游中的如来 过去是 曾是前程敬佛的善慧童子 当时他曾中金买下一只稀罕的五金莲花 供养给燃灯佛 由于莲花是佛教中的圣花 五金莲花更是圣花中之真品 因此 这个供养使燃灯如来生为高兴 佛在欢乐之余 给这位佛 子世家的前身授记 预言他将在九十一节之后的此贤节时成佛 授世家谋尼佛 授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定接班人的意思 所以 在西游世界中 燃灯古佛其实是太上老君化胡为佛之后的第一任佛祖 如来只是第二任佛祖 当然 在西游世界中的设定 不能等同于现实中的佛教历史 第三 从师生关系来说 如来只是学生 从上部经院中 我们可以看出 如来是燃灯一手培养的 是老燃的学生 佛教特别强调尊师众教 因此如来不可能服老燃的意 第四 燃灯虽退休了 经常出来干政 不要以为燃灯退休了 只是一个爱喝茶的老头 就轻视他 人家位置虽然让出来了 但如来坐着他不满意的地方 他也经常出来干涉 比如 如来传给了唐僧无字经书 被他知道后 就派白熊尊者半空中抓惊 直接揭穿真相 他还与泰山老君在天庭阁楼喝茶讲道 导致村务空白 白头吃了那么多鲜蛋 综上所述 七天说了算的 其实是燃灯 而不是如来 燃灯只不过喊阳好 没有什么事都指手画脚 而是让如来放手做 只不过如他不满意 就会随便插手干涉 蜗牛新书出版 曲静青 六神雷雷 李天飞 张苗推荐 当当网友寿 Khaled